印度變種病毒迅速蔓延 不只衝擊到印度國內疫情 也連帶影響到國際疫苗的供應 因為印度總理莫迪在三月中旬 下令禁止疫苗出口 讓原本要出口到COVID-19的AZ疫苗 供應出現了缺口 而富裕國家持續在囤積疫苗 不肯放手 也加深了全球疫苗分配不均的危機 原警搭著小船沿著河岸巡邏 因為近期不斷接貨民眾通報 橫河下游飄來大量屍體 而有些已經被官方證實 是染上新冠肺炎而死 印度變種病毒快速蔓延 許多幫的封城措施一延再延 也打亂了國內疫苗生產計畫 全球最大疫苗製造商印度血清研究所 在三月中旬就接貨當局命令 停止庫存出口 把原本要出口到COVAX的疫苗 全部留在國內 仰賴COVAX疫苗的非洲國家首當其衝 另外BBC報導指出 富有國家超買疫苗亂象頻傳 向加拿大訂購的數量 已經超出全國總人口的五倍 英國、歐盟、美國和澳洲 囤積疫苗的數量都超過總人口的兩倍以上 而現在還傳出部分國家要開放 在未來三個月中捐出國內供應量的兩成 就能捐贈約1.53億劑疫苗 這將能夠彌補印度限制疫苗出口 所造成的供應缺口 公視新聞王本編譯